《狐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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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胡歌吧 大众男神吧 都觉得他演技很好 长得又帅 都好吧 都长得帅吧 演的演技挺好的 反正之前看了胡歌的《仙剑》 然后黄小明的《神雕侠侣》 都挺喜欢的 胡歌和黄小明 你自己的演技很好 胡歌 因为我从小就看他演的电视了 从小看到大的 我觉得他比较低调 我喜欢那种有内涵比较低调的 胡歌 胡歌更容易让人感觉到 带入这个角色 黄小明没有吧 而且胡歌给人的感觉 就一直很稳定的发展 黄小明就一直有很多负面的 乱七八糟的新闻 所以说我觉得胡歌更好 胡歌 我觉得胡歌他 一直发展得比较稳定 然后这些年 他不是也一直有去国外进修 然后所以能体现在他的一些演技方面吧 感觉黄小明在之前的演技还可以 但是近些年没有之前好 我觉得胡歌的比较好一点 更喜欢胡歌 感觉他演的比较更加的专注一点 黄小明 感觉是没有胡歌更加的更加的好吧 那个给人的感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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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